喝药的爸欠债的妈 干家的兄弟和破碎的他 家族企业管理能有多混乱 听听戈登这一集 被逼掉多少脏话就知道了 俄勒冈州的阿普尔盖特河滨旅馆 坐落于丰饶秀美的河谷地区 周围围绕着当地最好的葡萄园和农场 推开窗即享绝美河畔风景 旅馆老板乔安娜和理查德 22年前新婚时 从图纸设计到砍伐木材 亲手建造起了这个 准备传承后世的家族旅馆 不过还没等到第三代出生 他们的小家庭已经支离破碎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经营理念不合 理查德AKA烟头老爹 一个拥有绝美烟嗓的资深细皮士 22年前拼尽一切 拖着断臂建好旅馆之后 他觉得是时候可以休息一下了 只是没想到这一休息就休息了20年 每天什么夜不干 除了吸烟养狗就是玩音乐 作为当地的搜索狂人 每天都有无数月友和他彻夜碰堤 估计俩有两个儿子 一直被当作旅馆继承人培养 但他们的关系却视同水火 动不动就大吵一下 要么直接动手糊 后来干脆不见面了 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大儿子完美继承了老爹的音乐细胞 现在是旅馆的音乐总监 每天晚上10点 带着乐队举办音乐之夜 收取单人15美元的入场费 小儿子进行餐厅和酒吧 他管理前厅 女朋友做主厨 算菜品不怎么样 土豆汤没味道像是清水 明明眼前的河里就出产三文鱼 用的却是动火 但因为餐厅的景色很好 生意还算不错 每月能盈利12000美元 家里唯一靠谱的就是妈妈乔安娜 旅馆经营全靠他自己一个人 每天对着账目焦头烂合 旅馆的生意不好 每个月都要亏损5000到15000美元不等 现在的债务加起来 已经有99万美元 为了维持经营开销 他连家里住的房子都租出去了 自己住在房车里 按照现状 旅馆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 于是他们找来了格登 站在旅馆门口 格登对这座漂亮房子的第一印象很不错 但走进去之后 好感立马大打之后 大厅过于空旷 什么家具都没有 想要休息啊 就只能坐在地上 前台没有服务人员办理入住 只有个贴账按铃叫人的铃铛 按完之后等了好久 李沙哥在从后面 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和乔安娜离婚之后 他又住在旅馆主楼旁边的小屋里 时不时出来溜达一圈 李沙德邀请格登参观他的房间 一进门就是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 呛得格登一机灵 问他什么味这么重 李沙德一会说是熏香 一会说是草药 最后干脆热情地掏出了 他的绿色小罐罐 劝格登试试他这款 可以用来煮一面的罗勒 实在可是格登的统治区 他拿在手里一闻 立刻就发觉不对劲 闻着屋里的味道 老头应该是没少臭 就连他养的比格猪 也是一副磕晕了的样子 李沙德带格登入住 牧羊人房间 格登落屏 闻起来确实像羊圈 地板上污渍清晰可见 震头上窗台上 到处都是串门的小昆虫 在这种卫生状态下 很难注意到阳台如是如画的风景 拿紫光灯一照更精彩 床单上墙壁上灯罩上 会成了一片亮晶晶的银河 吓得格登赶紧拿出水袋 其他住客也有反映卫生很差 有对夫妻甚至在被窝里 发现了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内衣 对于糟糕的卫生状况 李沙德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家族旅馆当然要有家的感觉 弄脏的东西多正常 逻辑之自洽 哥登无话可说 和李沙德实在交流不来 接下来换乔安娜带着哥登和两个儿子见面 一见到大儿子一股熟悉感扑面而来 这夫子俩一脉相承的超绝松弛感 和随风漂亮的味道完美掩饰了 什么叫胡乎乎乎全子 小儿子也不怎么样 他和老大都赚了不少的钱 却一分没走工账 全部填了自己的腰包 乔安娜金了近百万的债务 他们没有防尘一点 何登只是问他们 为什么不帮妈妈还债 他就破房了 晚上十点 乐队演出准时开始 直到凌晨一点多还没结束 旅馆大厅报改夜店 很多客人不堪其扰下楼投诉 乔安娜不得已免了好几个防费 被吵到市面的哥登索性 把全家人都叫了过来 开始逐一化疗 看到妈妈的眼泪 听着哥登一针见血的劝说 想一想旅馆惨淡的生意 兄弟俩终于决定放下成见握手言和 哥登给李沙泽的建议 则是彻底退出旅馆经营 他不捣乱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 在专业团队的改造下 旅馆内部装潢也怀然一新 一楼大厅里摆上了舒适的沙发和桌椅 客人们能喝喝咖啡 聊聊天 消磨时间 前台升级了新的酒店管理系统 客人们能在线办理入住 房间里已经用了16年的老床单 终于退休 换成了素雅的新款式 房间各处都彻底清洁了一遍 尤其是地毯恢复了当初的整洁 餐厅的菜单重新设计 更加美味精致的同时 也减少了人工烹饪的难度 再也不会让人手忙脚乱了 音乐会的场所被改到了离客房很远的后院 不会影响客人休息 他们也能玩个静静 有烧烤炉可以户外野餐 活儿累了 还能直接入住账户屋 也是一项额外景象 改造完成后 两个儿子的关系变得很融洽 现在他们一起工作 赚来的钱帮乔安娜还债 就连一直不着待的老爹 也真心感谢了哥登的帮助 节目拍摄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年时间 旅馆依然在营业当中 不过2022年 换上皮肤癌的李查德 和准备退休的乔安娜 把旅馆卖给了新主人 目前平台上的评价不多 而且好坏参半 我是拉环 观众人见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根据人见一拉罐